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教宗方基各9月4号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中 劝勉我们要做良心心茶 给天主圣神 堂出空间 教宗说 人的内心有如一个战场 两个不同的神 在里面互相争斗 一个是天主的圣神 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精神 他以当天的读经表明 圣保禄宗徒 为格林多人指引一条 能持有基督思维的途径 也就是投奔圣神 教宗解释说 圣神与世界的精神 时刻在我们内心搏斗 我们要奋勇作战 我们就像是不明视力的动物那样 凭着直觉前行 但我们不是动物 而是因圣神的恩典 而受洗的天主儿女 若不在内心搏斗 挣扎中选择圣神 世界的精神 将奴役我们 陷落在无尽的世俗私欲中 你们若随 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 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 因为本性的私欲 相反圣神的引导 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 两者互相敌对 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 教宗方极各5月29号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 清神弥撒中 也劝勉信友们 在面临考验时 不要重返那令人失去自由的 世界模式 就是所谓的世俗模式 教宗说 为了走向圣德 我们必须是自由的 感觉是自在的 然而 有很多的东西会奴役我们 我们常会被肉性 被欲望所奴役 为此 伯多罗勉励说 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 圣宝露在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 他也说到 不可与此事同化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不要进入世俗的思维模式 这些劝勉的正确解读是 不要进入世俗的模式 不要进入世俗的思维方式 不要以世俗所提供的方式做判断 因为他会夺走你的自由 为了走成圣之路 我们必须是自由的 但是当我们回到世俗的模式时 我们将失去自由 世俗也常隐而未险地深藏在教会中 自认为高阶的基督徒喜意中 甚至以世界精神的思维模式 妄想过渡基督徒的生活 教宗方基格在9月2日的 诵念三中经活动中强调 圣主邀请我们 躲避那更看重形势 而非实质的危险 而应对最需要帮助的人行爱德 他勉励众人 不让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受到虚荣 贪恋和骄傲的影响 若是秉持这种世俗思维 却以为自己虔诚 甚至责备他人 则是虚伪者的行为 马尔谷福音中 耶稣称经师和法利塞人 为假善人 他们为了打击耶稣 却陷入为了遵守人的传统 而曲解天主旨意 忽视他的诫命 教宗说 假善人是一个说谎的人 不是真诚的人 上主今天邀请我们 躲避这种更看重形势 而非实质的危险 他招教我们 不断认出信仰经验的真正核心 就是爱天主和爱敬仁 并净化之信仰 使之免于法律主义和仪式主义的伪善 在当天的第二篇读经中 圣雅各伯宗徒 带阔地告诉我们 怎样才是真虔诚 那就是 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 以及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 于是 教宗勉励信友们 要常用心恭敬上主 在为弟兄福祉的具体选择上 见证我们对他的爱 以敞开的心智来接纳圣言 好让圣言被吸收 在具体的生活中 结出果实 如此一来 圣言本身就净化我们的心灵和行为 而且我们与天主 与别人的关系 就能摆脱虚假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